OK在我们接下来讨论问题之前呢 首先先是一个公告 就是有关于日光节约时间准备要开始了 所以住在像是北美洲 或者是其他有实施日光节约时间一区的朋友 请留意一下我们接下来 每周末的这个共修的活动 会从原本的太平洋时间 星期六晚上六点 移到星期六的晚上七点 再次就从六点转到七点 住在亚洲的朋友 或者是没有实施日光节约时间地区的朋友呢 你们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所以仍然是同样的时间 OK 好接下来有两位朋友寄来问题 一个问题 关于轮回我有几个疑问 对一般人来说 不知道自己有过去事和未来事 他可以说下辈子那个人与我无关 这辈子的善恶下辈子由谁来承担 我不在乎 因为到时候已经没有我了 这种想法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轮回的实体是什么 贯穿前世今生 一直传递下去的是什么 OK 关于第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这样子问你 说因为是下辈子 所以那个人跟我无关 所以我不用在乎哪一个人他是受恶或者是享乐 那么你可以跟这样的人讲说 那20年后的你也是跟你无关的 就是你干嘛要为了退休时期的你 要现在努力的工作存钱 要去养那个退休时候的你 反正那是未来的你 然后在你的认知里面 未来的你是跟你现在的无关的 那你就可以不要在乎了 你就过着那个好像没有明天的日子 基本上呢会提出 这样子问题的人呢 他骨子里差不多就是相信轮回的 所以他才会提出一个在逻辑上面 根本就很难建立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然后呢第二个部分 轮回的实体是什么 佛陀他的教法里面呢 他对于牵扯到本体论的问题 他要么是保持沉默 要么他是非常谨慎的考虑着 在回答这样子的问题的那个方式上面 他对于实际的修行上面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基本上你若你去探索轮回的实体是什么呢 他这个对修行 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性 没有什么有益的 而且如果这方面议题做过多的阐述的的话 他往往反而会引起很多的人非常多的误会 那佛陀有在起码在两种不同的场合 用两种不一样的方法回答类似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那两种场合我看来 我都觉得那个是 他基本上就是 佛陀要这个问问题的人呢 不要再追问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的回答的方式是有一点是要去 给这个提问的人 一个所谓的provisional answer 一个暂时的 一个姑且的 一个让他不要再追问了的 这样的一个答案 所以在一个场合上 佛陀讲说轮回 你可以理解为说是意识在轮回 然后在另外一个场合呢 他是讲说连意识都不是轮回的实体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一样的说法 这个说来真的是话长 这可以讲很多很多 我们非常简单的来讲 就是一般会问这样子问题的人 或者是会为这样的问题困惑的人 他就是因为内心还在受 这个所谓的我见的制约 你内心如果有我见的话 你就会对于那个所谓的那个我 会有很多的困惑 就看不清楚说 你内心中所认定的那个所谓的实体 那个实体不过是你的心 他盘踞他所抓取 他所认同的某一种 一种行动 某一种活动的方式 然后实际上呢 这个心跟这个现象跟活动 他到底终究有什么样的关联 他的那个关联可能是千丝万楼 可是佛陀他只关注 他只专注于一个 直接跟我们的离苦得乐有关联 那个部分就是执着的问题 就是那个心他怎么样在抓取的这些活动状况 至于说这个心他跟这个活动状况之间 是不是还有一个 譬如说造物者 跟被造物者的关系 这个佛陀他是 不置可否 而且这个如果谈下去的话 这个两面可以不断的辨证 然后他会衍生出非常多令人困惑的那个讨论 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你可以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只要你把佛法里面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解决了的话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的心不会再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惑 OK 然后再来第二个朋友提出来的问题 请问佛陀的原始开示有提到功德回向这个概念吗 如何将自己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往生的亲人 让往生者真正可以获得佛法的利益 简单的来讲 在原始经典里面呢 你非常古老的跟中期的跟比较晚期的部分 他对这个议题有比较不一样的说法 最好比说有一部分的阿含经 他会提到说功德回向可以有16分之一 也就是说那个回向者 他自己本身所做的功德 里面16分之一的部分 他可以回向给 有这样的 这个说法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不可算计分之一 不可算计分就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 你能够回向给别人 然后16分之一跟不可算计分之一 这两种说法在一个意义上面 他是同意的 就是说他是一样的意思的 因为16 在印度的那个象征 在印度古文明的那个 标显的符号就是 就是很大的一个数量 意思 所以16分之一就是很大的数量的其中的一份 那 这样的回答法 当你讲说功德里面16分之一可以回向 这既是一个否定的说法 也是一个肯定的说法 是不是 肯定的说法当然说 是的 你可以回向的 你的功德转向给别人 对于别人是有帮助的 对不对 可是他也是一种否定的说法 那意思是说你就算能够回向别人 给别人 那回向给别人的部分是 为乎即为的部分 所以佛陀在回答这个问题上面 他的态度是 委婉的 然后他的态度是 你可以从两面去解释他的 我们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解释他的话 那么就是 我们个人的努力 你说我们自身在修行上面的进步 我们所得到的好处 他对于周遭的人 对于这个世间完全没有影响吗 那是说不过去的 这世间如果能够出现阿罗汉 不要讲阿罗汉 这世间就算是出现了出国 那对于很多很多的众生而言 都是极大的福报 如果一个人他有机会 在他生命里面 听闻得了一个圣贤 四双八倍的圣贤 他的教育 甚至更进一步的亲近他 那个福报是很难计算 那个好处是很难计算 所以功德回向 这样的这个说法 应该是要尊重他 然后从否定的方面来理解他 就是你与其你要期待着 你过世之后后代的人 或自己的亲人 给你自己回向 要依靠这样的这个手段 来帮助你免除 好比说三二道的恐怖的话 这是一个多么的 苍白的一种对策 如果你自己 在你自心里面用功 尝试着改变你自己的话 你有可能你得到的好处 不知道是别人帮你回向的好处 多少倍 那是难以计算 所以最终而言 强调的还是自力 强调的还是自己要在内心上面用功 自己得以自为周 OK 好 然后其他的朋友 有没有问题和心得 有没有问题和心得 震撼那样的很震撼那样的感觉 最后这个事实呢 我就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麻烦你老师给我讲解一下 OK 首先呢 这个我们上次讲这个经文 相应部里面这部经文 他真的是佛陀下的一记猛药 所以你读了 能够 那个感受到震撼 然后震撼结果并不是因此就觉得说 不可 觉得说这是不可信任的 而是说震撼的结果是 得到利益 心里面产生出那种健康的恐惧感 健康的危机意识 或者甚至欢喜心 随顺心等等的 那恭喜你啊 因为这个是佛法里面非常深刻的课 你甚至一个程度来讲 解脱道的精华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的内心如果能够对于这种 解脱道的精华有认同的话 表示说 你真的是一个修学解脱道的一个料子吧 你就姑且这样子讲吧 然后关于那个事实的那个比喻 该部经典里面具体的比喻是 讲说一个人他白天的时候 他要忍受被三把枪刺穿身体的疼痛 中午的时候要被三把枪 三百把枪刺穿身体的痛苦 晚上的时候同样的要忍受被三百把枪 刺穿身体的疼痛 然后这个经典里面他所使用的四个比喻 他其实是非常贴切的 他对于那个我们所吃的那个食物 那个物质上面的食物 所谓的断食所谓的粗团食 佛陀比喻是说是 渡过沙漠的父母亲 他吃掉自己儿子 把自己儿子尸体作为肉干 与其三个人都死 不如牺牲一个保存两个人 所以这是很贴切 就是世间的那个物质的食物是这个样子 然后关于猝食的那个部分 佛陀比喻是说扒了皮的牛 然后很多的那个虫在咬试着他 所以当那个牛他譬如说他贴身到池塘里面 池塘里面很多的水生的寄生虫 很多水生的昆虫 很多水生的虫子就会咬他 他如果他贴身于那个牛粪座的墙 那么牛粪座的墙上面那些虫 那些细菌 那些微细的生物会试咬他 他依靠着什么样的东西 该地区的什么样的东西就会咬试着他 佛陀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比喻 促食也就是说我们透过那个 那个接触 透过这种感受 他的那个发生 然后实际上那个感受的那个发生 他是有很多的生涅 然后这每一种生涅 我们的内心都必须要微调着去适应着他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待在有暖气的房屋里面 舒服 一出去 马上就是冰冷 然后你甚至待在暖气房 一直待在暖气房 那个暖气房它的温暖也不是一成不变 那个暖气房的温暖 有的时候你觉得太闷热不舒服了 或者还不够暖和 让我更靠近火炉边 让我更靠近暖气机旁边 我们的内心 它是一直一直在做着这种调适的 一直在做这样的这个微调 然后这种微调 它是疲劳 它是一种侵扰 它是一种侵袭 它是一种不安定的来 然后那关于义思识的部分 佛陀的比喻是 有壮汉 两个壮汉压制着人 那感觉就像 我们的那个心 它被那种种种强大的制约 种种强大的意志 那个冲动感 所绑架 然后你不要以为说那些意志 那些冲动感是你的 那些意志跟冲动感在一个程度上面 它是盲目的 它在盲目当中发生的 它是受到无名制约而发生的 然后你眼前啊 你盘踞着的意识 你所盘踞着意志 你会觉得这是你的 这是你爱的 你认同的 你攀附在其中的 可是你换一个角度 你在不同时间的你 回过头来看 不同时间的意志 你甚至会有恶心感 完全都不认同的 我以前所做的比喻就是 我小的时候看到一窝 在那边交配的蛇 不知道是数十只 还是数百只的蛇 在那边纠缠着 对他们而言 那是乐在其中 那个是他们的生命的 那个最高点 最欢乐的时刻就是那个 一辈子熬了 不知道多少 挨了不知道多少的恶 被多少的这个天敌追杀 他们要的就是 那一刻那个party 那个狂欢 那个能够跟异性 纠缠在一起的那个滋味 我们看到那个蛇在交配的 那样子是毛骨悚然 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 可是乐在其中的 他一点都不觉得那是恶心的 同样的 我在天界的众生 他看到你也 你现在你所迷恋的 你也食物 他们看的是恶心极了 他说你迷醉的东西 你觉得美感的东西 他是如此的肮脏 他是如此的低劣 可是你却看不出来 然后同样的我们 你不管是以比较高的 比较低的姿态 来回顾 或者是来投射 未来 你有可能吃到食物 你过去曾经吃过的食物 你也会有同样的这种心情 所以这是意思时 他被这个壮汉绑架 压制你到危险的地方去 然后这个意志 他有可能会带到地狱的 最终他是不可信任 然后你的问题是 关于事实的这个部分 那个事实 如果你去留意他的的话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断的 被不同的意象所轰炸着 然后这些意象 这些意识里面 呈现出来的这些影像 不管他是色声香味触法 他都是怎么样 他这个理念 就是有很多你要的 你不要的 他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 驱破排斥 这是无可避免的 我们就算不讲那么高深的东西 我光是讲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在求学的时候 花很多的时间 看像有关于历史 有关于战争方面的纪录片 或者这方面的历史文献 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 给我的冲击非常的大 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二次大战的时候 那个苏俄啊 在跟纳粹德国作战的时候 那个双方他们所经历的 那种简直就是人间炼狱的苦难 然后那个苦难是生到 你读到那个故事 你会 你如果你是一个稍微敏感的人 你可能当天的胃口都没有 你饭是吃不下去 你看人间居然有那么残忍的事情 人与人之间 能够用那么残忍的方式 对待彼此 然后那个人的命运 他可以是如此的痛苦 然后几乎是没有间歇的 没有出路的 你想逃兵 你后面的士兵会把你杀死 你说你要继续的勇敢作战 你升官了之后 你升为将军之后 你更容易被 那个像史达林 或者是希特勒所杀死 你的那个战争上面的 那个错误的策略 或者是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们 往上也不是 往下也不是 往前也不是 往后也不是 所有的选项都是地狱围绕着你 光是你活在这样的这世间 你知道说你的意识 是有可能接触到这样讯息的 那就足够让一个敏感的禅修者 他对意识厌倦 也就是说你都不用讲什么 都那么高深的道理 你光是知道说我们这个意识 他有可能会出现出 他会呈现出那些炼狱般的景象 然后不管这个炼狱般的景象 是你个人经验的 或者是他人经验的 他在一个意义上面 他是相同 当然他你制造出来的感受 他有强弱的差异 可是在你的那个 内心的认知的程度上面 别人受的苦你看到你也会知道 你会认知到 因为假如你可以relate 你能够知道说 啊那是苦 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质物 而你活在这个世间 知道有那样的可能性 知道说在眼耳鼻舌生意上面 他有可能出现这些 便宇般的这种意识的内容 你就可以足够对意识厌 更何况你可以再更加深细的去理解 说对于一个不断在体验着安静的人 意识的生命也是轰炸 而且那个轰炸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 他真的是可以把它理解为 他是在被那个枪所穿刺着身体 这样的程度的轰炸 老师 朱老师是这样 我的理解是说 意思是早中晚 咱这人呢 意识一睁开眼他就有了 也就是说早中晚 被那个枪击击 整天的受火 但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识这个贼呢 人不是六贼吗 而这个是这个贼呢 也不会死 可以这样理解吗 最好不要这样子理解 就是这个东西 是什么家 它的无常 它是会毁灭的 然后可以讲说 因为我们的心 它还有爱 所以它会再继续去依附于某一种事 它会继续的以 依附在事上面 跟事产生出一种寄生的关系 你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不要讲说 事就是你的本体 你如果把事当 自己的本体的话 隐约当中这里面有我见 隐约当中这里面有我慢的 有我爱的 也就是 我说那个就是你 实际上事真的不是你 事是刚好说你的心 它寄生在这一种模式的事 然后当这种模式的意识 你的心不喜欢它了 或者是 因为条件的不具足 使得这样的这个意识 运行的模式 不能继续下去 像人死掉了 像脑死掉了 那么那个心它会再去抓 它会再去依附别种的意识 所以就连意识都不是我的 就连意识都不要把它当作是说 那个是我的最核心的部分 那个是我要去盘踞的 都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它的宗旧的本质 你没有办法讲说它是有意识的 没有意识 因为它是 就这最后这个别的故事 你拧着三个石一讲 我又就是精细了很多 理解程度上 就这个意识呢 就说 它这个 它那么最后就说 你如果说被一枪击 就因此受苦了 就说 没有被接种 三百枪也没有被接种 就这个 就还是不太明白 就是当你这个事 那个中文翻译有问题 它的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 你光是被一支枪击中 就有够痛苦了 更何况是三百枪 它意思是讲 不是你看 那个中文的意思 中文的翻译有问题的 哦 它就说 即使被一枪 北极一枪 也因此感到受苦于佑了 更不是说 北极三百枪了 就是说 就是这个地方 还是有的 就是不太明白 这个地方 OK 它的意思 然后是为了强调说 你想想看 光是这个 我们姑且这样讲 好不好 是啊 你 假设说你 契入到了 无色 的境界 无色的定 境界 然后在这无色定的 那个境界呢 你的意识 能够觉察到的 是单一的意向 这种单一 它不是多元 它不是像在 其他的活动方式里面 你处理的是 多元的意向 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你要留意着加速器 你要留意着刹车板 你要留意着你肩膀 没有太紧 你要留意着跟前面车子的距离 这是很多元 很复杂的意向 可是人在无色界的时候 他的意向是单一的 好比说 单一 无边无际的虚空 或是无边无尽的意识 无边无尽的空性等等 这种单一的意向 你在单一的意向 你都可以感觉得到骚扰 你都可以感觉得到生灭的轰炸 更何况 是你不待在无色的境界 你是待在欲界的境界里面 你是有三百个不同的生灭 在轰炸你 在任何的时刻里 它要强调的 只是说那种三百只枪轰炸你 那是多么的密集 多么的难受 它只是这样 那个数字本身并不一定 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所以不必要在乎说 一跟三百这个数字 我这样就能更近一步 比刚才有理解的好一些了 感恩老师 你讲的这些 我要反复的去听 反复的去琢磨 就说你上次讲这个段 是这个课呢 非常的感恩你 因为让我自己吧 就在修行方面 上了一个台阶 很大的台阶 而且是从各个方面去 因为也有书 但是不会这么去重视这一刻 哦 这是这么好的 这么高深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棒 非常的在汉 感觉也很惊喜 是这样的 就这个课呢 我会再反复的去琢磨 再去听你 谢谢你的分享 还有一个问题 朱老师 就是说 就是过去的人呢 我明明 每次去年的不到一百天的时间 都离世 这样呢 我想给他做点功的 那的话 以后 我想上一次 有个先有问了 说 你就 类似这样的 一个经文 或者是一个读本 能汇向给他们 出去辞经之外的 您 等待您 就是 出一个这样的 基本上 有 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选择是在你的判断之下 对方特别容易听得懂 跟他特别相应的经文 所以好比说 对方他可能不像你 有好的禅修的基础 他只是一个 完全没有佛法修学的 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你可能必须要挑一个 他比较容易听得懂 那个内容 比较没有那么深的 你如果你对于一个中阴神 没有修行的中阴神 跟他讲事实的经文的 他能相应的几率 又更加的低了 是不是 可是如果 为什么我们会推荐词经 它是一个很普遍性的一个经文 但因为内容对于 很多不同阶段的人 他有可能很容易会可以受用 讲到如果 内心想要突破到安宁之境的人 他应该要如何的 让自己谨慎 让自己谦虚 让自己容易受教 让自己变得能干 让自己内心能够没有愤恨 像这样这个内容 它是普及性质非常广 所以你的一个选项是 挑一个 据你所了解 跟对方容易相应 他容易消化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是 挑一个你自己相应 你自己很有感触的经文 譬如说 你若你对这四十的经文感兴趣 感觉到相应 你自己念诵 念诵 然后你心里面得到的发泄 你心里面得到的这种提升 你把这种提升 说我把这个效应回向给你 也就是说你回向的 不一定是经文的内容 你回向的是你的心理的效应 你记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样我就明白了 行 感恩老师 就说哪里不明白 那我得请教你 尤其这个诗 我比较难懂一些 好来 再见老师 今天想请教两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我这一周嘛 很惭愧 修行不到位 发了两次脾气啊 最主要的呢 就是因为 你知道我们这边呢 是预期嘛 已经封锁了 然后比如说进入菜市场啊 那些以前都是可以随便进去的 那天我去买菜啦 他就不准我把那个 我的车给开进去 然后呢 因为以前都可以随便开进去嘛 现在是检查了体温以后 还不准把车开进去 然后我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心里就按拿不住 那火气就上来了 然后就在那儿给那个 守门的人呢 然后就拧起来了 真的是很惭愧啊 实在是 我知道这个也是一个 那天我都说了嘛 要从那个出众的烦恼下手 然后第二次呢 就是我上班嘛 上班的时候也是 我想把车给 弄到我那个办公室里面去 然后也是 那个物馆呢 也不准我进去 不准我把它弄进去 然后我又发脾气 我真的很惭愧很惭愧 所以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就像我这种遇到不合议的事情啊 我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的 然后我就开始动火了 但是如果我不动火 其实我意识到我已经动火了 但是如果我不动火的话 我心里很难受 我那个里面就像 有什么石头啊 还有什么东西压在里面 然后觉得非要爆炸出来 然后心里才舒服 如果不爆炸出来 我很委屈的 很憋屈的 就是说强行把它压制的话 我就觉得 我有的时候也压得住 我知道压得住 但有的时候我就压不住 但是不管我压住还是不压住 我都觉得反正就是内心很难受 我在想的话 这个是不是跟我自己把那些 老师爱把那些事情 就是说我总觉得有些事情啊 就是要活我的意 这个就是我的食物 然后不活我的意的那些东西呢 然后就不是我的食物 然后我就要发火 是不是因为我有这个倾向造成的呢 请教一下老师 首先然后 我见到过很多发脾气 他们懊恼的人 那个懊恼伤害他们的部分 比起那个发脾气伤害的部分还要大 有的时候是这样 当然有的时候 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 有时候那个发脾气 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祸 有可能是这样 可是像你目前的情形 很庆幸的 我也很欢喜说 你目前是平安的 然后你没有因为说发了这个脾气 所以给你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 你是基本上这事情 当然是让你心有余悸 然后有纷纷不平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方面有气愤 有挫折 所以 与其 那么快的 去为自己 愤怒 懊恼 你不如你去照顾当前的自己 与其你要去试着去纠正已经过去的自己 你不如你去安抚眼前的自己 然后你要安抚自己的其中的一个理解 就是 佛法它的修行啊 它是方方面面 所以你不是说 你会发脾气就表示你没有修行 这是世俗的人啊 他们把佛法太单一的理解 太肤浅的理解 所以他很容易判断说 这个人有没有发脾气 你知道那个佛经里面啊 有的阿罗汉 我不是说他真的是有起称心 可是阿罗汉有 有骂出口的这样子的案例 然后那样的那个骂出口 直接跟他的这种环境 跟他的修养 跟他的文化熏陶 跟他在他的那个族群里面 讲那样子的话 用这样子表情的表现 是不是能够被其他人所接受的 这些因缘所决定 所以你与其 你看定你自己的方法是 我有没有发脾气 你不如判定说 我虽然已经发了脾气了 可是我事后 我缓解我自己 有和缓的那个方式 有没有比较善巧 就是说 眼前你能不能够更快速的时间 让你走出那个挫折的感觉 走出那个懊恼的感觉 知道说我们修行里面 他是必须要有对自己谅解 然后也要有激励自己 这两个部分 这两者他要经常互用 一方面你要知道如何 让你自己不要安于 你现在所处的境界 让自己不断的进步 精益求精 另外一方面 你要对你自己是宽容 是理解 然后这个宽容跟理解 他最终是为了帮助你进步 这宽容跟理解 不是说只是给你找借口 而是说我们人的心理 他是需要被宽容 需要被理解 他需要在一个少压减压的状况之下 他才会乐意进步 所以你要知道给你自己制造出这样的这个环境 什么样的苛责 他于事无补 我就停止苛责 我所有的苛责 我所有的责骂 我所有的责备 我所有的批评 通通都是建设性 我通通是能够看到他的利益 我才会这样子采用 然后 那个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情况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的时期 所以你要 常常提醒你自己 要用更大的安宁 要用更大的慈悲 要用更大的感恩 来面对你眼前的状况 记得 你眼前 你是安全的 你能够光是有这一点 那已经是胜过无数的人 你能够有安全 你只要你还能够修行 你就已经胜过无数的人 对于眼前所有的这个东西 不要觉得习以为常 不要觉得说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平安 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 这个世间 健康跟平安是奇迹 它是不正常的事情 生病 不平衡 混乱 那才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对于自己眼前 是能够平安的 生活 它是起码在修行 这个程度上 你能够安稳 继续的帮助自己进步 这个就是福报 不要忘了这个 这个东西是老生常谈 可是它真的是 值得你一直一直念住于其中 把你的那个正念 安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提醒你自己说 我所有的 OK 我现在给你的意见是 你不要觉得说发脾气 永远都是不好 我们人世间有很多种的那种对应 你人是可以在没有称心的状况之下 表达你的愤怒 表达你的立场 表达你的坚决 这完全是有可 然后 但是 你眼前所处的 境地 你发脾气会 让你很危险 你要知道说 现在你们 你所处的这个环境 如果你 透过这样的这个方式 制造出了你个人 跟你环境的 混乱 或是动荡不安 你很容易被人家跳出来 你很容易被人家single down 所以提醒你自己 你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所以要更加的留心 控制你这方面的 情绪 让你自己 平常用更深刻的 更处心几率建立起来的 宁静的感觉 包围着你自己 出门的时候 穿上这样的一个甲奏 穿上这样子的一个 保护网 那你出门 你不只是戴口罩而已 你不只是穿这些 保护自己的那些服装 而已 你还要穿上 那个心灵的 在修行上面的 那个保护甲 你进到一个混乱的 一个状况 你必须要比周遭的 混乱状况 更加的安定 所以你才容易 让你的鉴赏力 让你的判断力 一直是正确的 一直是可靠的 你不要小看这东西 我已经 我自身 还有看到我周围的 他们临危不乱 他就是那个 遇到那个大的灾难 那一瞬间 别人家多了 百分之十的平静 那就救了他的命 那一瞬间 别人家多了 百分之十的宁静 使得他 所做出来的 接下来的那个判断 是不只是 避开了那个灾难 而且是完全的 把当时的危险 变成一个转机 变成是接下来的福 你如果你要有 具备这样的能力 也就是说那种 屡险为夷 不断的逢凶化吉 你人生要一直 好像说是走晚运 就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你要做的 就是说 你必须要让你的 日常生活当中 一直去 坚持跟善相助 坚持是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的善不是说一般是 属于道德的那个善 不是叫你说 都通通都是服从的 通通是不要发脾气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一直是用智慧判断 一直都是选择 那个良善的 没有尽量少缺陷的 那样的抉择 那就是说 我需要培养自己 判断 什么样的决定 是比较符合当下的 情况的这种能力 你的情形 天堂 你要留意一下 你平常的时候 有没有经常的是 以平静 以宁静为时 能不能够去培养起 对于这一方面东西的 审美能力 也就是说 你越来越懂得享受 宁静 越来越懂得享受那种 人他在和缓下来 他在缓冲下来 他里面的滋味 然后那个滋味 他是值得你 不断不断的探索 他是可以越进去 你会发现到说 他的那个滋味 他几乎是远远不近 那个刚才老师 你也提到了 就是阿罗汉 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那他的这种 发脾气的这种时候 但是你说 他又是没有动火的 这种情况 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的人 他对于称心的理解 是有一点不正确 大部分人对称 因为中文这个称 这个字 是什么 就是发脾气嘛 叫称嘛 这个人动了称念 起了称心 发了称火 是不是 可是你如果 就是看印度文明里面 他对那个称 的那个理解 Dosa 那个Dosa 那个字 它指的是 你的那个内心 产生出 对于那个境界 没有益处的 抵抗打击 然后像这样这种方式 它并不一定是以 那个发脾气的模式 产生出来 严格的来讲 某一种恐惧 它也是称心 某一种 那个 厌恶 它是一种称心 某一种贪 譬如说你 那个贪的产生 它一般是 它要什么 不要什么 所以贪跟称 它几乎就是 同一件事情的两面 你一个人 贪 他一定会有称 他有称 他一定有贪 他称的 他得不到的那个东西 他想要的 他得不到的挫折 所以他 是不是 然后那个贪 他的那个反面 为什么说他是称 就是 那个你之所以 我们讲了一个人 他贪财 为什么 因为他 很厌恶 那个没有 没有财 没有发财 的那种状态 他对那种状态 可能是恐惧的 一个人他很好色 因为他对于那种 没有被 其他的人类留意 用温存的方式对待他 那个状况 他是很厌恶 所以贪跟称 你必须要把它理解为是 一个事物的两面 所以一个人 他有没有可能说 他 他内心是解脱 我没有执着 可是他外在的流露 在某一些场合之下 他会骂人 我认为那是完全有可能 假设 我们姑且做一个 这样的比喻 假设你同意说 像阿加玛阿布 这样的人 他是阿罗汉 他自称的 然后 我这边也不评估说 他这样的这个称谓 他这样的一个 自我表白 是 可信的不可信的 我就姑且不谈 就姑且 好 他是一个阿罗汉 阿加玛阿布 他们发脾气 是有的 YouTube上面有一些 甚至有一些这个 这个 footage 就是 关于他 骂人 骂得很凶 的那样的场景 然后这是在他 自称说 他已经得到漏镜 的 那个时刻以后 发生的事情 佛经里面也有的 佛经里面有 阿罗汉的弟子 他们那个讲话的方式 因为用了那个出口 被让那个 跟在他们身边的 那个在家人 感到很困扰 他就去问佛 阿罗汉那个时候 又再次的说明 就是这样说 其实 这 这 这个人 他已经是得到漏镜 他已经是没有烦恼 可是因为他的过去的熏陶 他的惯性 甚至包括 甚至像他的成长背景 等等 使得他还 遇到某一种场合的时候 他是用出口的方式在对应着 我自己个人 我对于像 泰国的森林传场 的一个看法 像我自己 我讲话是比较直白一点的 所以 我不会在意真实的批评 我对于 泰国的森林派的其中一个批评 就是 虽然这里面有很多的修行 的人 他们的那个成就是 令人钦佩的 可是呢 他们的教学法上面 往往带着那种 南亚 东南亚 传统的那种父权 威权 的那种教育法 我对于这种教学法 他里面的很多的东西 我是不认同 甚至里面包 包括了一个就是 很普遍的 用凶 的方式 来对待学生 我不是说凶永远都不好 可是凶它是次等 它是在你不得已的时候采用的手 高敏 高敏最理想的方式 你才避开这样的手段 那样的手段 它都有它的副作用 那就是说 如果有阿罗焕发脾气的话 那是因为它以前 带来的 以实性里面的一种 常用的应对方式而已 并不代表它内心 就有什么动荡 对 是的 是的 我理解了 这是它的应对方式 跟它的心没有关系 不要以这个东西来 给自己的诚心合理化 我讲这个意思 我之所以提起这样子 这个案例的原因 就是说 让 让你能够理解 不要 狭隘的标准 来判定自己的修行 不要讲说 因为我发了脾气 所以我修行很烂 是这样的 我们都这样想的 都觉得发心非常不好 全方位 你要看看你的生活 有没有变得越来越踏实 举例来讲 你要看你有没有懂得 越来越懂得 善巧的方式 给你自己提供娱乐 你要看看 你是不是能够对于 什么 苦 什么是涅槃 什么是轮回 那两者的区别 你的鉴赏力越来越精准 你越来越知道 你怎么样的努力 你是接近涅槃 你是趋向涅槃 什么样的状态 是让你困陷到轮回 而且不只困陷到轮回 而且你 你会 成为你那种比较 比较低的地方 像三恶道 像阿修罗 你这方面的那个 那个判定力 有没有越来越精准 类似像这样 我们看得到这样多元的 就好像说父母亲 他教小孩子 他不会说 一个小孩子 他考试不好 或者他学校功课不好 他就认为说 我对这小孩子教育失败了 这样讲法是很武端 是不是 就好像你不会说 因为这小孩子 他不会打球 他打篮球 他打得不好 你就断定说 我对这个小孩子教育是失败 或者这小孩子 某一个方面 他不好 你应该是全方面 而且你的审美观 你的鉴赏能力 越好 越可靠 你判定的东西 就越是掌握大原则 越不会是在那些蛛丝麻吉 在那些那些这种相对而言 很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严重性的问题上面 吹毛求疵 就好 我举一个另外例子来讲 我看到很多的人 他生活里面有非常大的忧虑 可是他修行上 他一直斤斤计较 说我吃东西有没有吃味道很重 我吃东西有没有加了什么酱 我应该要更加轻杂淡饭 轻杂淡饭是很好 那是你若要这样的自我锻炼 那是很好 我是很赞叹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说 你连那个粗的担忧 你都没有去认真的处理它 然后你要去处理这些 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事情 这有点本末导致 所以同样的 你眼前遭遇到的这个问题 花更多的力气在于 你懂不懂得能够享受那种 宁静度更高的享受 先不要那么快去苛求 我都不要发脾气 是 谢谢老师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会按照您说的 然后尝试在后面 进一步的调整自己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话 要有更高品质的食物 当然更高品质的食物 在我现在理解的话 肯定就是残辣呀 残月呀这一类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学的人来说 我不可能每天就只是残修吧 然后如果我每天我只是 除了工作以外只是残修的话 我一开始心里又觉得很不习惯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 是不是又太单调 太枯燥了 然后我就想的话 试图把什么音乐呀 舞蹈呀 绘画呀 这些是世俗的吧 世俗的这些东西 也当成是一种食物 来调整我这个生活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看到那个不是有八观摘见吗 八观摘见里面好像就很反对 什么唱歌啊 跳舞啊 他认为这个好像对修行是 没有帮助的 是有破坏性作用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疑惑了 那么如果是高品质食物 只有残满 那都不对 对不起 我现在打断你的原因是因为说 我顾虑一下 那个接下来朋友的时间 所以我把接下来的回答 把它变得比较短一点 首先呢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生活就是残修 可以的 OK 首先你要做就是说 把残修理解的是 它包含的东西是更多一点 所以你日常生活中 那些必要做的事情 你都能够把它尝试着 引介入残修的领域 所以 工作里面有带着一些残修的氛围 或者隐约带着 某一种残修的技巧 这是可以的 然后再来八观再接 它 为什么对于音乐对于舞蹈 那么样的排斥的原因 所以古代就如同现在 这样的讲法应该是公平的 绝大部分的音乐 绝大部分的舞蹈 当然不是所有的音乐 不是所有的舞蹈 但绝大部分的 它是跟情欲是相关的 是不是 所以你若你到卡拉OK里面去 你看到人家唱的 人家陶醉的 那个歌词是什么 差不多就是 练琴啊 娱乐啊 的 赞扬啊 对于娱乐的感伤啊 抽象 这方面 接触这方面这种娱乐 它是 它真的是杀伤性蛮大 它的那个 那个诉求 以 佛法的标准来讲 它是低劣的 那 这个并不 意味 这并不意味着说 所有种形态的舞蹈 或者是音乐 它都必须要是这个 我们以前有讲过 我 听到某一方面的那个音乐 它让我 产生出来的那种宗教情怀 那个关系是很 是很 密切的 甚至为什么我 很喜欢在 比如说西方的国家里面 去参访一些 特别有历史 一些教堂 一些宗教的场合 去感受那个地方 它的 包括像音乐 这方面的那个表达 也是因为这样的 这个原因 然后 这个日常生活 我们以前 我们有提到过 这方面的问题 你要一直去抉择 你一开始的时候 先不要 好像说 画一个很生硬的 一个界限 说哪一些东西 它绝对是怎么样子 而是你在受用的 那个过程里面 你一直去做抉择 所以这个包含了什么 这包含了 比较宽阔的去理解 什么叫做灵野想 这个灵野想 它就是 知道什么样的身心的感受 它是容易是倦勇 它是容易 帮助你达到饱足 知足的 它是容易脱离开 复杂的动作 它是容易能够帮助你 认同 随顺 减少执着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东西 最理想的状况是 你在一个 好的道场 好的生团里面 有人带着你 你可以观察 你如果你只是听 这样的解说 可能心里面会产生 很多的障碍 或者有很多的 不理解的地方 那 如果没有那个机缘 在一个生团里面 做这方面的 观摩的话 那也只好尽量的 我自己去理解啦 然后继续的 再做这样子的互动 继续的这样子的问答 来作为一条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那那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先让 其他的人 有机会问问题了 好 我们下回 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吗 老师好 你好 最近我跟人在相处时 就是能感受到 自己有更多这种 放松啊 真实 然后也体会到 这种人与人之间 这种相处乐趣 然后我就看到说 这个心 他非常喜欢乐意 钻到这个五蕴里面 去找食物 那我现在该从什么角度 从这个所谓的乐里面 去理解苦呢 就是 循序 见词 也就是说 我们要帮助自己 了解苦 要了解到什么程度 了解到你眼前的身心状况 他能够接受的程度 你不是勉强你自己的 就是说 如果很深细的部分 所有的五蕴 他通通都是不值得抓取 如果你的心还没有 准备好 接受这个 你要强迫他 接受这个 你顶多只是在帮助你自己 种种子而已 只是他不会有什么很具体的成效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透过动作的微调 透过你的审美观 你的 鉴赏能力 他的精致化 来使得你越来越趋向 灭盘 那具体而言 这该怎么做呢 像你刚刚提起 你在能够跟朋友 相处 懂得用真诚 对待人家 等等 好 另一方面呢 你不需要放弃掉 这方面的享受 那种在真诚当中 建立起来的 同修范行的快乐 这个快乐 他是真切的 你可以从这里面 得到好的滋养 同时呢 你可以再去开发起 可能是下一个阶段 比较高深一点 让这两者同时变形 什么是下一个阶段 什么是比较高深的呢 举一个例子来讲 独处的快乐 你没有跟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因为 没跟朋友在一起了 没有跟那些好的 高品质的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忽然之间就陷入了失落 陷入了无聊感 还是说 你可以发现到说 跟同修范行在一起 有跟同修范行的快乐 独处有独处的快乐 这是先第一步 再一步 你会发现 独处的快乐 它比起同修范行的快乐 更省力 更眷勇 我更加不需要去考虑到 其他因素 像什么 别人的感觉怎么样啊 我讲话 有没有 讲得对啊 你可以在很简单 更加率真 更加省力 更加少 依赖行的状况之下 得到更 稳健 的饱足感 所有的 那个佛教 它的那个爬楼梯 都是这样 你不需要说 要把前面的那一个良善的乐 完全的剔除掉了 你才可以享用下一个 而是说 你一只脚 还踩在底下的那个阶梯上 你上面那只手 开始要去抓 另外一个比较高的阶梯 这样子了解吗 享受独处的乐 意思并不是说 要你立刻把你自己关起来 不必要这样子理解 不必要把那个独处 想得那么样的绝对 哦 我是要开始修学独处 所以我从今之后 我不再跟人家相处 不是这样子的选择 一般 比较好的选择方式 是怎么样 是说 好 我要开始学习独处的快乐 所以 我接下来 我不要 一天到晚 老师跟人群 逆在一起 我要知道有的时候 要能够抽身而出 然后越来越多时间 懂得能够在 不依赖人群 不依赖朋友的状况之下 还是感到很安适 很安乐 很饱足 很幸福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把佛陀 他所教的那个远离 那个独处 理解为 他可以跟同修 范行的修行 并行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只是你的那个内心 对这两者的那个依赖 他的比例 会一直做调整 越来越倾向于 往那个更好的 嗯 太好了 那我明白了 然后 然后第二个 那个问题是 刚才我听到老师你说 你说那个意思时 嗯 他就是讲想法冲动 不是我不可相信 但是我现在只能看到 就是自己的想法冲动 就是他很多 在不停的变化 但是我现在并不能做到 就是不相信他 就是做不到 马上就不相信他 那我该怎么就是去练习呢 呃 先不用急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 慢慢的引导自己 像什么样的角度 能够帮助你自己 举一个例子来讲 呃 假设说你小的时候 呃 读三年级 的时候 曾经看到隔壁 那个长得丝丝纹纹的男孩子 心里面怦然心动 然后 那个时候的你会觉得 哇 我若能够接近他多好 我不是说真的这样子 我们就做着很粗 很粗俗的这个比喻 然后 嗯 可是现在的你 你再回过头来看 你小的时候会喜欢的 那种形象 哦 那种人 这看起来你可能会发笑 你可能会发囧 你甚至想起来就觉得不好意思 为什么我当时品味那么糟糕 所以这一个角度 就去看那个你的行 他的无常性 你的动机 他的无常性 去看他一直在变动着 去看说甚至 以前这个 呃 男女 哦 在约会的时候 那个是 天长地久有时劲 慈恨绵绵无绝起 是如此笃定的发这样的誓言 可是现在是 光是讲老公我爱你 你讲你都觉得恶心 鸡皮疙瘩都要觉得起来 甚至对方都感觉到恶心 为什么那个动机会有这样子的 这个差异呢 就从 这一方面的这种观察 去松动 那个你对你的那个意志 的那个盘踞 去知道说这个意志呢 首先他无常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角度 你看到他的来源 只要你没有解脱 你的意志的发动 他无可避免的 都受到贪染 都受到无名的 寻染 这样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相信 你可以用多重的角度 用不同种的这种过患 这个角度来了解 甚至你不用复杂的 你光是你一直观察着 那个你的动机他的起起落落 或者你的动机他需要用力 一直留意的这一点 经常留意的这一点 很深刻的去体会这一点 你也会慢慢的加深 那个对意志 他的原理 他的那种不认同 对他的不信任 可是就是 我觉得就是好像 现在就是我比较迫切 这种觉得疑惑点在于 比如说一天 出现很多个想法跟冲动 那我怎么去分辨里头 哪些是我就是说 不得不去做 然后其他都可以放下的 还是说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不去做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 在我们都知道 罗汉之前就是以法为师 以法 以法的框架 他所产生出来的意念 这个东西你要学习 先去依靠他 先去相信他 到了阿罗汉的地步的时候 连这个都放下 可是在没有到阿罗汉之前 就是先以法作为框架 那个如果说 你的内心的意志 它跟佛法是有抵触的 说服你自己相信佛法 以佛法的价值观来做决定 先不要用你自己 个人习惯性的价值观 做决定 哎呀那做到这一点 他当然你就是心里 一直在皈依着佛法 心里一直修念著 是不是 思念著 那个法念著是什么意思 法念著就是一直以佛法的框架 一直以佛法的价值观 在做抉择 简单的来讲 法念著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价值观是戒律 或者说是 全方位 全方位的 四圣地八正道 五根五粒 所有的道品 他都是的 然后你对于佛法了解的越 越深入 你掌握的越好 那文思的基础越好 你越容易有一个清楚的框架 越容易有一个巩固的框架 强健的框架 他在平常你内心真的出现抵触的时候 你更容易是被佛法所说服 那就是观察这个 比如说做完一个选择之后的效应 是不是也需要去这样做 就是去回头看一看这个事情 做对不对 因为你要看那个效应 这也是佛法的框架 佛法教你的就是说 你平常你要懂得留意你的动作 留意你的动作 它的效应 这包括了 对不对 我们平常的时候 你有没有记得要放松你自己 放下那些没有必要的焦虑 放下那些多余的紧张感 这个通通都是佛法的框架 然后去看 这个放松下来 这是比较好 我刚刚那种紧张是没有用的 加深你这种了解 原来我生活里面那么多紧张是没有用的 这个就是在意义着佛法框架在上的一个例子 好的那我听懂了 那我回去好好练习的 谢谢老师 老师 是这样的 就上上堂课我不是问了一个问题 是Six and Space Basis 然后你说布派有两种观点 一个是Internal是指个人 External是指他人 这样理解非我 修非我 那还有 你说布派还有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Internal是指六根 内六根 然后External是指外六境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就是说在我的内六处 然后呢 遇见这个境界的时候 然后处产生了 处产生了 然后就会对境界产生爱或者是非爱 那就说在感情上 你的心会寄托 就是牵挂于这个境界 牵挂于外 外境那就是说 那就产生了有我的那种心理的架构 这样修习非我 是不是这样理解 对 是的 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这个 外六成就是外六境啊 是我所呢 因为不同的人 他的内心在不同的时刻 有不同的活动状况 所以之前可能是我 可能下一刻变成我所 这一刻是我所 下一刻他变成我 我或者我所都有可能是吧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而言 他在讲那个二次大战的那个那个例子 他有一个案例 那个苏俄的士兵 他在某一个场合 他有机会 他想逃 他想要做一个deserter 就是说他想 他不想在战场上 你那个战场太恐怖了 然后在那一刻呢 他的国家 还有他的同伴 就只是我所而已 所以他 他为了保存他的自我 他可以牺牲掉我所 我所他比起我是更远的 是更不亲爱的 就是 可是在下一刻 他看到旁边的那个 同袍站有死掉 他激励了他的勇气 然后他 忽然间他忘我的 发愤的往 那个前线冲 这个时候他的 怎么样呢 他的自己身心的安危 变成我所而已 然后他的同袍 他的国家 变成是他的我 所以这我跟我所 他 不是那么样的绝对的 你的心他一直在 改变他的江野 在改变他盘踞的地方 所以之前 我们之前我们做的一个比喻 一个人 他的脚 烂了 然后医生刚才讲 你要节肢 你不节肢你会翘辫子 那个脚只是我所而已 就是我要保命 当然啊 节肢 是不是 所以脚在这个地方 很明显 那是我所 然后你脚的身体的 其他部分 其他的身心现象 他是我 可是有可能另外一个人 他遇到同样的状况 那这个人他平常 他对于他的长腿 对于他纤细的腿 是特别的得意骄傲 可能是一个职业的模特 他的绝大部分的 那个自我的寄托的地方 就是在他这个形体的美感上面 所以他跟那个医生 回的话是说 你如果要截断我的腿 你不如先杀了我 我以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女性的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他决定好 他跟几个朋友相约 30岁的那一年 大家要一起自杀 因为他们认为说 没有办法接受那个老了 变不漂亮了 没有办法再吸引男生的 那个自我 他们讲出这么样严重的话 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他们的那个肉身 他们的那个色身 那个色运 不是只是我所而 那就是我 然后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那个色身死掉 就什么都没有 其他没有任何东西有意义的 其他没有任何的活动 他会再去认同 所以在那个程度上面来讲 那个色运 就是他的我 就不是只是我所 可是相对于这个 有一些宗教家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要执着我的肉身 我甚至要赶快放下这个臭皮囊 所以让我的灵魂能够得到解脱 这样子的人呢 他有可能他看到他的肉身 就只是我所而已 只他把灵魂看作是我 那不管你是把哪一个东西看成是我 或者我所 你只要有我 我所 就有执着 有痛苦 对不对 然后你差不多你有我 你就会有我所 因为那个自我的那个经验 自我的感觉 就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控制发生的中心点 他是一个盘踞的中心点 然后这个盘踞物之外 有一些是可以为你所用的 被你所享用的 符合你的意愿 符合你意志 帮助你狩猎的 那些活动 那些东西被认为是我所 好 我明白了这个 还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学那个相应部 还是讲六处相应的时候 243经里面讲到 穆尖连给诸位比丘说法的时候 他说当眼看见色的时候 具足正念的比丘 他不会欢喜这个可爱的色 然后去看见也不会排斥不可爱的色 他是with这个mayorless mind怎么理解呢 你的那个发音可能不好意思 要我没有听懂你念的那个字 什么叫mayorness mayorless 就是没有衡量的心啊 measurerless是不是 yeah mayorless measurerless 那个measurerless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不被任何的境界所困吞 所以他是没有界限的 那个measurerless这个字呢 他在巴黎文的使用 有的时候 他是跟无所有是同一词 有的时候他不是同一词 比如说什么同一词呢 像那个 不管是尼克耶或者是阿罕里面 有时候他讲到说 有所谓的无量心 跟无所有心 无量心一般讲的就慈悲吸舍 就是然后无所有心一般指的是说 色界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定型 可是有的时候 这个无量心他不是指慈悲吸舍 他指的是解脱者 内心的特质之一 然后在这个场合呢 那个无量他跟无所有 他可以是同一词 他就只说他是没有办法被限量 没有办法被限量 我们一般人心他是有被限量 什么是你的心的限量 就是你抓取的东西 你爱足的东西 那就是你能心的限量 人家问说你是谁 你说我是英寸 那个英寸 你的内心所盘踞 所认同 所爱好 所熟悉的那个 那个就是你的心 被局限的所在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 a mind with measure 那就不是 a measureless mind 那还是说 就是说还是非我 还是做非我的修行 是吧 对 啊好 我明白了 他是一个取角 其实佛经面有很多不同的取角 都在帮助你培养起 远离离遇 这样的这个取 啊我明白了 好 谢谢老师 嗯 哎 老师你好 你好 呃我那个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上周 那个有同就不是说起来的 那个 护卫痘嘛 然后我今天想问一下 就是我之前在南传的时候 也学过那个 护卫经叫护卫经吧 那个护卫经 是不是 是不是就说 我们现在到 到野外去残修 送送那个经 也会得到保护呢 护卫经是 得的内人是比较晚传出来的 哦 对 那个早 你如果是讲早中之导经 他是真的是没有 那个咒语 或者是护卫 有的人他要刻意的 要去分别 也说咒语跟护卫 咒语有什么差异 实际上 不太有什么差异了 哈哈哈哈 这样就是 引用着这种阴森的神秘力量 来达到这种保卫 达到这种 能够操控超自然 能够左右神明 来来消业 来增加自己福报 的这种观念 这严格来讲 佛陀他对于 呃当时的这些宗教的这种 这种 呃习惯 他是不认同的 严格的来讲这都是属于戒进去的 所以我也觉得他有点像是像是迷信的那种样的 对那当然你你如果说你要以一个很正面的角度来讲他的话 就是说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念这个咒 他当然是有帮助 然后有可能有的人他是透过这种咒的使用 然后导向了佛 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认为说 呃 走那样的路他都容易是很 曲那个崎岖弯情 然后甚至最后就永久的被误导 绝大部分人是这个样子 绝大部分的佛教徒 他一辈子的学佛法 他是走不出那个 借进去的那个框框里面 然后佛陀他从来没有讲说 哎我先先以预告前后另入佛制 我先给你一个方便 我先给你一个就是有问题的方便 然后引导佛陀教法不是这个样子 早中之早的 或是比较纯朴的 那个经典里面佛陀教法就是一开始就是散法 一开头他是甜的中间是甜的后面是甜 他绝对不会像是后来的佛经那个 像妙法莲华经这样子 到了中间他忽然之间跟你讲说我之前跟你讲的是善意话 那是方便 然后现在才要跟你讲真话 他不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出去外面残修的话 也就必须去找一个相对非常安全的地方差不多 否则的话还是小心为好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对这个 现在的这个 佛教的环境各方面 他真的一个程度上是 佛法解脱到他是一个工灵死亡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嘛 所以你说要找到一个理想的环境 然后有个好的生团 然后他们是这个依法修行 但是没有杂人 对不对 没有那些夹杂那些 各式各样这个世俗 他慢慢演变出来 慢慢这个随顺世间 世间的这一种 无名的那样的模式的地方 是很不容易的 是 好好谢谢老师 我们有其他问题了 谢谢 好 然后在今天结束之前呢 再一次提醒大家 也就是那个日光节约时间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你是住在有实施日光节约时间地区的朋友 像是北美洲大部分地方的朋友 请记得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的 每周共修的活动 线上的这个共修活动 会从太平洋时间晚上6点改成 太平洋晚上时间7点 没有那个日光节约时间地区的朋友 像是亚洲地区的朋友 你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还是同样时间 好就这样子 下回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也有点יי 谢谢大家